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看看WPML对于环境的要求 WPML官网给出了最低环境要求 从WPML官网首页的下拉菜单 点击第三项进入可以看到 当前WPML版本是3.8.4 估计以后随着版本的升级 对环境要求会有所变化 关于环境 我们主要看这三条 第一个是WordPress版本3.9以上 这个要求已经很低了 当前的WordPress最新版本是4.9.1 WordPress可以免费升级 甚至可以自动免费升级 另外两个是PRP和MySecure 它要求PRP5.3以上 MySecure数据库是5.6以上 这两个要求算是比较低的 很多主机都支持 如果不支持要联系主机服务上 如果配置达不到上述要求 WPML官方也给了说明 它说WPML可以运行在老版本的PRP和MySecure上 但是官方没有逐个测试 顺便看看教程演示的环境配置 用的是PRP5.4 数据库是MySecure 5.1 数据库版本不达标 但是可以用 我们再看看WordPress官方给出的环境要求 它要求PRP7.2以上 MySecure 5.6以上 WordPress对环境要求算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PRP版本要求越来越高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用的服务器是PRP5.4 MySecure 5.1还在用 不过最好数据库还是到5.6 PRP7运行WordPress的效率会更好 不过最好数据库入 比较高的